民主教授 或者教授 科学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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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浙江大学理人教 在浙江大学工作几十年 主要重点研究了人工肝治疾系统治疗重型肝炎 因为我们国家肝炎是高发国家 所以重型肝炎肝功能三角的病史率 曾经高达70%到80% 为了攻克这个医学难题 所以我们创建了多得有效的人工肝治疾系统 它通过人工肝炎治疗能够暂时替代肝炎的功能 让肝炎的细胞能够再生肝功能能够恢复 所以许多肝功能三角的病人通过人工肝炎治疗 把他们的死亡线络拉回来 所以这个人工肝治疗系统已经在我们国家 三角一个省市推广应用 急着万里的病人得到了救治 第二个研究方向就是真的肝病 这个肝硬化肝塞结发病机制 我们发现为什么有的病人得肝塞结 有的病人不得肝塞结 发现了是存在着长到卫生态的年终紊乱 长到卫生态紊乱的病人 它的这个容易发生肝功能塞结 为什么呢因为长到卫生态紊乱 根本是阴性细菌长到的增加 所以它会产生内毒素造成肝细胞的坏事 导致肝功能的塞结 所以这个卫生态我们早在1994年就开始研究 现在呢已经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前沿学科 所以在这两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这些新发抖发传人们的研究方面 我们这个在当年03年的SARS 13年的H前9 到这一次新冠肺炎 这个从病院学的研究方面 我们训练是能够奋力到病毒 能够做前的基因的测试 能够做疫苗 所以做证断试剂 这一群新冠肺炎 我们这个跟清湾大学 浙江大学与清湾大学 很多我们的这个病毒的 全病毒的机构都做了这个研究 这个也对SARS发表 在卫生态研究方面 我们曾经对个因化的红基因组的研究 在Nature Articles发表 这个在H前9研究当中 我们对整个因为新冠肺炎传人们的灵状特征 以及人工根治系统治疗研究呢 还在这个新营栏发表 所以这一些研究呢 对我们国家控制重大传染病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我们创建了4K2平衡的救治治疗 发现这个H前9的胃痛病人 新冠肺炎胃痛病人都承认了细胞因子风暴 那么这个细胞因子风暴 往往导致患者重症呼吸困难 这个AIDS就是呼吸菌盘综合症 通过人工根能够立即地清除炎症界 这个细胞因子 这个让患者的呼吸困难得到改善 所以这个人工根治治系统本来是治疗 根功能塞解 现在治疗呼吸功能塞解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次武汉新冠肺炎爆发 我们带了两台人工根的机器 在那里救治病人 通过人工根的治疗 它的细胞因子很高 因为细胞因子风暴 人工根就能降下来 这个患者的呼吸困难 你就得到改善 所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这家大学 在我们国家也是高障碧的一个大学 我从大学到现在还没有离开过 一直奋斗在这家大学 那么这家大学的各界领导 高度的重视学科发展 重视人才培养 另外呢 我们还有多学科的交叉 像我做人工根啊等等 我需要这个资论化呢 要信息科学的支持啊等等 所以我们还能够进交叉学科的这个合作 另外呢 这家大学带了许多的瘦士博士 还有博士后啊 所以我们大量的科研成果啊 都是靠我跟这个团队 尤其是跟年轻生民一起共同来努力 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在这家大学啊 得到科研部门大力的支持 获得了两个国家二顿奖 还获得了一个国家科技进入一顿奖 还获得了这个国家科技进入特顿奖 这个特顿奖也是我们国家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 第一个国家特顿奖也是我们这家大学 所获得我们这个神殿神呢 也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这家大学啊 从整体的学生氛围啊 这个科学研究的水平啊 以及师资的力量都是非常强大 就有个非常好的这个研究的条件啊 所以大家在这里工作的也很开心 感谢观看